新一區太和里內的這間田宮廟 位於松仁路308巷 地方文史人士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 田宮廟的牆壁和天花板 幾乎貼滿了彩繪瓷磚 彩繪內容以教中教校的故事為主 這樣的廟宇裝飾在現代來說 已經較為少見 吸引我的一點就是 他一進來就會看到他整間 哇 貼滿了這種瓷磚 那瓷磚可能現在對多數人來說 瓷磚覺得沒有什麼好像很特別 也不是什麼很了不起的建材 可是因為他的處理方式 在現在這個社會 因為現實的問題 我們手工做的東西的價錢越來越貴 然後後來很多東西就採用 比如像中國大陸 他們做的一些廠製的東西來取代 那這個彩繪磚的發生 其實他是從日本時代開始就有了 日本引進了西方的這個瓷磚 然後還有我們所謂的花磚 上面有很多圖彈的那種花磚 然後來做建築的裝飾 可是這個東西引到台灣來之後 然後我們台灣盆底的那個廠商 或是說匠師 竟然把它找出了另外一條路 就是說歐式的這種花紋 它不一定適合我們台灣 那後來就發覺說 瓷磚有它的優點 那以前我們傳統會在廟上面 可能用石雕或是用畫的方式 壁畫什麼這些 可是壁畫的東西它有個缺點 它會隨著環境 會慢慢劣化 就是可能會掉漆或是變色 變髒 然後人摸了它會掉色等等這些問題 後來他們就發覺 瓷磚是個很好用的材料 他們就用我們在做陶瓷用的那種釉料 或是做陶藝的那種釉料 然後在那個白色瓷磚上面畫畫 然後來取代 直接畫在牆壁上的這種壁畫的裝飾 等於把日本引進了西方的這種花磚 或是說彩繪瓷磚 然後開發出了另外一種屬於台灣 漢人本土特色的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有一段時間它就開始造成的流行 因為它製作不是太難 然後釉料做好之後 它不太容易退色 你只要好好的去照顧它 它可以保存很久 然後如果髒了 比如廟裡面會拜拜 燒香 我們最常看到就是木掉的東西 會燻的黑黑的 然後它其實你只要定期去照顧它 去擦拭它 它可以保養得很好 而且它是瓷磚上釉的 它也不怕水 你只要不要去刮到什麼的 其實它可以維持得很好的狀態 所以慢慢就變成一股流行 那有一些像我們這種地方型的廟 它可能支持它的信眾群 可能不是很大 不像一些比如說北港朝天宮 萬華龍山寺這種 沒有那麼有錢 因為信徒的量可能沒那麼多 支撐的力道不夠 所以它會找一些可能稍微 可能第二等的建材來使用它 比如說像石雕 有人就換成用水泥 用雕塑的方式去做 然後牆壁上的壁花 就用這種彩繪磚來做取代 那其它表現的內容 表現的形態 還是跟傳統處理的方式 其實本質上是相同的 只是隨著時代的改變 我們常說傳統的東西 我們要傳的是那個本質 而不是那個表面的形象而已 所以這些廠商或是將士 用新的材料 可是傳成以前的古老的元素 一樣去做這些東西 然後像他們這間廟 可以整間都用這個 倒是覺得 讓人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很多廟 雖然會用這個 可能只是在局部的地方去做裝飾 然後像這樣子 整間廟都用這種方式去處理的 其實依現在來看 其實反而不是很常見 反而不是很常見 所以還算蠻有自己的特色在 做得還不錯 而且他是原來在做 那個陶瓷方面的一個廠商轉型 去做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這等於也是那個老闆 他自己的看家本領 做瓷磚彩繪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品質做得還不錯 廟作為一個大家信仰的中心 那他在建築表現上的這些裝飾 其實某種程度上 讓一些研究者或是我 其實我們都認為說 這些東西在當時的那個社會 它起到的另外一個作用就是 傳遞某些訊息 等於他也帶有一種公共教育的意義在這裡 透過這個空間 因為大家都會來嘛 尤其是在以前 那個教育水準不是很普遍的那個年代 可能很多人沒辦法去讀書 那我們有很多古代的經典 那教宗教肖這些故事 它會透過其他的方式被流傳下來 比如說像戲劇 那後來這些廟宇的裝飾裡面 也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簡單的來說 就像所謂的偉人的故事 以前的什麼三皇五帝 史記裡面的一些重要人士的故事 然後一直包括後來的小說 藝文類的東西 張國演藝 風神榜 西香記 白蛇傳等等 這些故事都會放到廟裡面的裝飾來 所以這些廟的裝飾 一部分起到了傳承這些文化意涵 我們講的所謂教宗教肖這些重要思維的內容 那一方面又起到某種程度 對於建築的裝飾 豐富它的內涵 然後讓它更漂亮 然後還可以把一些民間通俗文學 或是典故傳說等等這些故事 透過木雕石雕 或是像這種磁磚彩繪上面的東西去流傳 讓更多人能夠很輕易的去接觸到 你不需要去買書 不需要進學校 如果來這邊看到這些東西 比如說廟裡面的人 或是長輩來 他懂這個故事 有帶小朋友來玩 除了拜拜 燒香 我常說你在燒金爪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看這個裡面有什麼故事 不管是三國的風神的 看你是要講那個神怪小說 就像現在的哈利波特一樣 還是要講三國演藝 等等這些事情 其實作為長者的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把以前留下來的這些故事內容 好的一面的東西 透過這種方式 解說給小朋友聽 解釋給不知道的人聽 那比如說像裡面有些東西 有時候我在做導演介紹 講到某些故事 可能有些人他就會有共鳴 可能他看過漫畫 看過打過電動 大學生打過電動 他有玩過三國演藝 可是他不是很知道那個故事的細節 他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了解 或是我們有些長輩 比如像我阿嬤那一輩的 小時候我們都會陪他去看戲 講這個他上面可能會出現 比如說陳三五娘這種故事 然後交給他聽 他們就會很開心 想不到廟上面的裝飾 竟然有這些東西 所以廟本身他上面的裝飾 就是傳遞的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藝術工藝 然後還有故事內涵傳統文化 這些東西都可以透過他去做表現 所以說像廟這樣子的空間 其他裡面的這些裝飾 它都可以起到一種公共教育 公共藝術 這樣子的一種意涵在裡面 信義區公所區長尤竹萍說 信義區擁有豐富的歷史與發展 未來將陸續把發現的地方特色 納入信義走讀的內容中 今年信義區的參與式預算 信義區的神鬼傳奇 然後來了解我們信義區的在地歷史 那因為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計劃淵源 我們就了解到這個田宮廟 是我們泰河這邊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信仰 那在這個地方信仰的廟宇當中 也發現了一個早期還蠻普遍的彩繪磚 那這個彩繪磚在這個上面有相當多的圖案 是傳承了我們的一些這個中校的故事 包括二十四校還有一些八仙過海等等 那特別今天邀請了信義社大的老師 來跟在地的這些騎勞做談 那了解並且傳承記錄這些故事 那也很高興我們在地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傳統文化 非常的重視 那希望日後公所跟社大 還有我們在地的這些宮廟 可以合作來做相關的走讀的活動 讓在地的這個朋友們更加的了解在地的文化歷史 田宮廟除了有少見的廟宇裝飾之外 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六號的田宮聖誕 更是地方熱鬧慶典 早期都舉辦長達一個半月的歌仔戲與布袋戲演出 我們是那個農曆四月二十六號聖誕 聖誕典 我們是每年固定四月二十六號會慶祝我們的田宮聖誕 所以我們都會除了三生以外 水果還有就是我們會辦廟慶 廟慶典的話就會有任主的這個活動 當時那個廟我是在這裡出生的嘛 當時的廟每一年的慶典我最喜歡 因為會辦在那個大馬路上 會有大概一個半月左右 不是歌仔戲就是布袋戲 我們小朋友都很喜歡在 小的時候很喜歡在鑽那個細棚下面 對 這個農曆當時很興旺 對 它是從羅斯五路 還有建國南北路 簽來這邊的一個簽建基地簽過來 當時那個集中的時候 我們叫它行出啊 就這個簽建基地是行出啊 所以說那時候人口很多 大家就供奉這個田宮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參與 參與以後就會捐布袋戲啦 捐歌仔戲啦 才會在演一個半月左右 每一年都是這樣子 那廟口喔 逛街逛街逛街頭啦 大家可以供奉就是這樣來啦 田宮廟的由來 地方民眾口耳相傳 也反映出早期這個地區都是農田 讓人更了解信義區過去的歷史 其實這間廟的歷史 不算真的非常的久 然後它的發展很有意思 我記得我小時候住在這個 街底這個區域的時候 其實這裡附近 前面開房子的地方都是田 所以其實它為什麼會叫田宮廟 就是跟這些田的發展有關係 它以前就是在田邊 發現的一個古代的香爐 然後開始有人就去弄了一個 形象的神明來祭拜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開始 所以它沒有一個特別的 說是它是誰什麼神之類的 所以才會用了這樣子的名字 這些參與啊 然後一個像土地公這樣子的形象 然後照顧我們地方的人 那因為後來有人拜 然後這邊的地主種田的 好像日子還過得不錯 然後大家都很平安 所以後來它就正式 本來只是一個田邊這樣拜拜的東西 然後後來就把它正式建廟 然後慢慢慢慢一直發展到現在 所以就變成這附近的一些居民 等於地區性的一個信仰中心 那以前這個地方就是很多都在耕田 那這邊以前也有那個三角下地地形成的那個皮塘 我們這邊以前有個舊地名叫新皮 新壁 那這邊再往裡面走一點 還有一個新皮土地公廟 所以小時候這邊等於就是一個比較低的地方 然後種田 還記得小時候田收成完 我們都會跑來這邊抓魚啊 蒙豪流什麼之類的 然後慢慢慢慢 因為這個種田可能獲益不是很好 然後才慢慢把這些土地改變它的用途 然後後來因為聚集的人 就是我們無形街裡這附近 沿著信義區這邊慢慢發展起來 然後進來的人口越來越多 這些田就都被處理掉 開發變成現在看到的社區型態的樣貌 然後這間廟就在這個社區旁邊 收到大家的注意信仰 然後慢慢的茁壯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有兩個說法啦 一個是50年左右 從羅斯路搬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香爐啦 聽說是一個香爐 一個張煥中先生 他就是拿那個香爐大家祭拜 所以好像這裡越來越平安 越來越興旺 後來他就蓋了一個廟 這是一個說法啦 另外說法是因為 這裡是以前都是稻田 而且時常會淹水 在山藏禮莊的話大家都淹水 所以就有一個大善人喔 就照顧這附近的殿 因為殿都很辛苦嘛 所以照顧那個殿 所以後來他往生以後 大家都起一個廟祭拜他啦 我是這樣聽兩個說法 李長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廖老師有提到說 我們這個池狀 就是說我在25歲的時候呢 然後我就來這邊 我兒子在這邊山的 然後後來呢 我們來住的時候呢 後面有山坡 前面有小河 然後我就發現說 為什麼頭站間 我們這邊會蓋了一個廟 我就去問了一個老婆婆 她已經有大概有100歲了 她就告訴我說 這邊以前都是那個田地 然後她有看到一個那個阿伯啊 然後她就請了一個以前 我們在仲田那個髒水有沒有 都來這個 來順他的山水 後來呢 那個阿伯啊 就託夢給一個人 說要那個雕一個金森 那就是來說 供奉這個土地 這個什麼田宮 那當時候人家說 他在田裡的時候呢 有看了一個那個像 類似那個 我們拜拜的神豬巴那種的 他剛才把那個人拿回來 拿回來 田宮廟是在小廟那裡供奉 供奉的時候 人家就說 他好像有土夢 他有土夢喔 來給他 蓋一個金森 要給大家 我們這裡 電影的人 可以來這裡拜拜 讓大家可以來發揮 讓我們大家 都可以身體 健康 勇章 就是 因為這樣 土那個夢 他來這裡 蓋這間廟的 從民國五十年至今 田宮廟已經發展成 地方居民信仰中心 但應廟地是國有地 近年來也面臨到 國有財產署的催討問題 因為這個整個土地都是 國有財產署的地 他從九十二年開始就一直 發文給我們說 要把這些土地要回去 要不然就是我們要承租 可是現在承租的費用相當貴 我們現在已經欠他一千多萬 已經欠一千多萬了 如果要承租的話 一個月要五萬多 所以我們廟是遇到滿麻煩的事情 如果都不處理的話 他現在要財務還地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跟 國有財產署有在 有在法律上 有在 我們也希望承租 可是問題出在沒有那麼多錢 因為現在香油 香油錢一個月大概只有幾千塊而已 可是要我們承租他一個月五六萬 我們沒有能力 所以面臨要拆租還地的這個困境 真的如果他強制要拆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廣場 都是在辦一個公益的活動 像我們這個社區的老人 長青我們的聚會場所 都在這個地方 對 我們希望不要把這個廟拆掉 我是希望說可以如果 虛工水認養的話 讓我們辦公室來維護 是希望這樣子 旅長期盼能繼續維持 田宮廟的地方特色 目前仍在持續溝通中 期盼能有圓滿的結果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是希望他當間滿的 Pulling 畫面 抖 抖 做 做 他 拉